今天的台式鱼捞文化 继续要带您来看的是 被称作是鱼王的石斑产业 石斑这道菜在喜宴上应该都有吃过 而台湾石斑的产量也高居全球之冠 年产总值超过了38亿元 不过因为去年八八风灾 重创了石斑的产地屏东地区 整个产业损失了一半以上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平复 从水池捞起的石斑 经过简单调味清蒸 就是宴席中最受民众喜爱的料理 石斑肉质软嫩带点甘甜 光是专办喜宴的餐厅 一家一年就要吃掉三千尾 我们来用烤的 用烤的 还是煮汤 都也很好 它是一个很高兴的鱼 我们都说的是鱼王 民众爱吃产量自然不能少 台湾石斑年产量一万七千公顿 居全球之冠 但也是经过养殖库近二十年的摸索 成功发展出育苗技术 才在南部地区出现大规模 且高密度的养殖方式 那时候都说 石斑鱼做育苗业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这个价值 因为它的成功率太低了 结果那时候 大概七年前的时候 全世界唯一把石斑鱼苗商品化的 就是台湾 石斑养殖分布在台湾西南沿海 台南年产量约一千公顿 高雄六千公顿 屏东更多达到一万公顿 不过去年巴巴风灾重创屏东 临东加鞭 在养殖石斑以前 因为养鰻鱼超收地下水 导致地层下陷的加冬受创更严重 石斑产业几乎全毁 满石的死鱼好不容易在国军协助下清理完毕 石斑产业的富氧应该要加入国土富裕的思维 大自然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要如何面对大自然 而不是在短期之内用纳税的钱 来用所谓收买民众的方式 来换得一时的宁静 我觉得这是很危险 政府不愿意面对寄存的问题 民众也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来加以彻底解决 只图今天眼前的那一点点小力 而社团政府跟整个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平东县政府也考虑要用太阳能发电产业 取代当地的高密度养殖 养殖登记证的这个区域呢 能够转化变成是太阳能的专区 那我们希望先建立几个示范点 让大家看到原来是这么运作模式 大家有信心的话 那一投入了就直接跟业者订定契约 不过养殖户为了生计 已经再度贷款修复余温 目前富养将近八成 漁业署也计划要在105年以前 将石斑的年产值推向70亿元 保住台湾养殖业的重要命脉 记者网易村蔡明校整理报导